上回我们说到汉昭帝去世之后 他的侄子昌义王刘鹤一度继承皇位 但是因为和执掌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之间 爆发了尖锐的权力斗争 因此在位仅仅27天就惨遭废除 而后刘鹤的唐侄子 当年因为巫蛊之火蒙冤而死的汉武帝长子 魏太子刘巨的孙子刘并仪 被霍光选中承接帝位 这就是大汉王朝的中兴之主汉宣帝刘巡 汉宣帝大概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登基前东国大牢的皇帝 受到巫蛊之火的牵连 刚出生几个月的汉宣帝就被投入大狱 应该算是历史上最小的政治犯了 十分幸运的是 当时负责管理庭卫府赵玉的庭卫右肩丙吉 相信魏太子是蒙冤受屈 罪不当死 至于魏太子的孙子刘并仪 那就更是无辜受难了 所以丙吉对刘并仪非常照顾 专门挑选了两个女球 减免了他们的刑罚 让他们来给刘并仪当乳母 抚养刘并仪长大 据说汉武帝驾崩前 曾经有人对汉武帝说说长安的狱中隐隐有天子之气 于是汉武帝立刻派使者去传令 要把监狱里所有的凡人 无论罪行轻重全部立刻斩首 使者是晚上赶到庭卫府监狱的 而这时候丙吉早已听说了圣旨中的内容 所以对使者闭门不纳 我们庭卫府没有加班的习惯 现在已经下班了 您有什么事 明天早点过来吧 然后等到第二天 汉武帝大概是睡了一觉 良心发现 也觉得屠杀囚犯这件事实在不妥 所以赶紧又派出使者 追回了前一天晚上的诏书 这样刘并乙才算是幸免遇难 后来汉昭帝登基 大赦天下 刘并乙也因此得以离开监狱 然后丙吉就从自己的凤露里 拿出米肉来抚养刘并乙 然后他又打听到 刘并乙的祖母史良帝 在长安城中还有家人建在 所以就把刘并乙送到了史家 史良帝的母亲见到这个曾孙 十分高兴 也可怜他凄惨的遭遇 所以就和儿子一起 对刘并乙是悉心照料 抚养他长大 再后来汉昭帝听说自己 还有这么个侄孙在世 于是下诏 恢复了刘并乙皇族的身份 命令宫中叶庭 负责抚养刘并乙 说来也小 当时的叶庭令张鹤 正是刘并乙祖父魏太子的故隶 所以对刘并乙非常后代 为他聘请名师 研习经典 学习武艺 使得刘并乙顺利的成长 成为一个文武全才 等到了刘并乙15岁的时候 张鹤就想把自己的一个孙女 嫁给刘并乙 但是这个打算 却遭到了他弟弟的坚决反对 张鹤的弟弟 就是霍光的重要助手 张安氏 张安氏就跟张鹤说 刘并乙是魏太子的孙子 魏太子一案 至今没有公开平反 以刘并乙这个身份 能够踏踏实实 在长安城里 像个老百姓似的 衣食有所招落 这已经是幸运了 我绝不同意 你把咱们家的孩子 嫁给他 因此张鹤只好为刘并乙 另外安排亲事 在张鹤的安排下 刘并乙娶娶了张鹤下属 徐广汉的女儿 这就是那位和汉宣帝 顾见情深的公哀皇后 许平君 等到了第二年 夫妻二人便喜得一子 也就是未来的汉原帝刘氏 又过了一年 汉昭帝去世 昌义王继位 仅仅27天 就被霍光 借外孙女上官太后之口 废除了 然后霍光 再次召集朝廷重臣 商议新军人选 这时候 当年刘并乙的救命恩人 秉吉已经升任光炉大富 颇受霍光器重 秉吉就站出来 对霍光说 当初孝武皇帝临终前 把还在强宝中的太子 以及整个国家 都托付给了达将军 后来孝昭皇帝英年早逝 没有留下子嗣 全国上下都非常的忧虑恐惧 急切盼望着看到新主机位 如今设计宗庙百姓的命运 全都细于大将军的一举一动之中 我之前曾经听过百姓们的议论 现在民间对那些身居高位的 宗室诸侯王们 评价都不是很好 我曾经掌管过廷尉府 知道孝武皇帝的曾孙刘并已 通晓儒家经典 很有才干 而且他为人居置安详 性格平和 所以我希望大将军能对刘并 一相加考察 看看他是否适合承袭地位 丙吉说完之后 霍光的另一个重要亲信 太普杜延年也表示 同意丙吉的意见 他说他也听说过 这个刘并以品德美好 应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位太普杜延年 后来也是名列 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列 他的父亲杜周 曾经担任过御史大夫 是受到了张汤提拔的另一位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库礼 而他的子孙后代 后来就发展成了著名的世家旺族 京兆渡氏 像是领兵灭吾的西晋明将杜玉 以防谋渡断 流明史册的唐朱名相杜如慧 还有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 杜牧都出现于京兆渡氏 丙吉本来就很受霍光器重 而杜延年更是霍光的亲信 据说当年燕王刘大谋逆 就是杜延年首先监举揭发的 而且我们也提到了 杜延年和当时地位仅次于霍光的 另一位朝中重臣 车骑将军张安氏 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示娇 因此他们俩提出的建议 很快就顺利的被霍光采纳 最终在巫蛊之祸爆发17年之后 原本就应该属于魏太子刘巨的皇位 终于又赚回到了他孙子的手中 这也算是完毕归照吧 利用这回再一次盈利新军的机会 霍光迅速的把他的亲信家人 安插到了朝廷中各个关键的职位上 比如当时长安城的房顾 就完全掌握在霍光的家人手中 按照西汉官制 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光禄勋 这个职位当时由车骑将军张安氏兼人 但是负责协助光禄勋的三员中郎将 分别是霍光的长子霍宇 还有霍光的侄孙霍云 以及霍光的一个孙女迅 此外我们前面提到过 刘鹤在位期间曾经试图染指的长乐卫位 以及同样属于南军要害职位的魏央卫位 分别由霍光的两个女婿男人 而霍光另外两个女婿 则分别出任齐都卫和羽林中郎将 控制住了汉朝禁军中的精锐羽林卫 这个羽林卫的前身 就是汉武帝初年设立的建章营旗 最初只是随从护卫汉武帝外出狩猎的侍从 后来就发展成为了汉军中的精锐 改名为羽林卫 取为国羽义如临之胜之意 汉朝明将魏清就是建章营起主臣 除此之外 中郎将霍云的弟弟 也就是霍光的另一个侄孙 同时也是明将霍续病的另一个孙子霍山 成为了直接负责皇帝护卫的凤车都尉 同时还监管了胡粤骑兵 所谓胡粤骑兵 指的就是由归向汉朝的匈奴人组成的胡骑 和汉武帝时期为了筹备对南粤国的战争 从军中选拔财力超越者而组成的粤骑 这也都是汉朝北军中的精锐之事 再加上汉宣帝自幼生长在民间 家门早已破败 除了一些像张鹤这样 感念魏太子恩德的行鱼之人 并没有什么自己的人马和班底 当然这也是霍光愿意扶植汉宣帝登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汉宣帝继位之后 对霍光那是无比尊重 可以说的像是言听计从 正是一绝于光 跟他的唐叔刘鹤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对霍光的信任和尊重 比起他的叔祖父汉朝帝 简直是有过制而无不及 尽管汉宣帝和霍光表面上是一团和气 看起来在诚物上也算是相得益彰 但是俩人的关系 还是在一件皇帝的家事上差点翻转 我们前面说过 汉宣帝在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 就已经和叶廷小丽 徐广汉的女儿许平均结婚了 而且二人还生育了一个儿子 但是霍光和他的妻子霍夫人显 一直想把他们的女儿霍成军 推上皇后的宝座 而汉宣帝的岳父徐广汉 他原本是刘鹤的父亲 昌义哀王刘伯的侍从 后来有一次汉武帝召刘伯去甘泉宫 徐广汉作为昌义王侍从 也是一同前往 结果在甘泉宫的时候 徐广汉拿了别人的马鞍子 因此被定为是盗窃之罪 被处以了宫刑 因此霍光就以此为理由 反对汉宣帝立许平均为皇后 因此汉宣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作为原配妻子的许平均 只不过是一个结余而已 然后霍光先是发动朝传 上奏请立皇后 然后再让上官太后亲自出面 劝说汉宣帝迎娶霍成军立为皇后 然而出乎众人的预料 在朝政大事上对霍光言听计从的汉宣帝 在立后这件事上却是异常的固执 汉宣帝没有直接回应朝传们请立皇后的奏章 反而是下了另外一道诏书 在这道诏书里 汉宣帝没有提及任何国家大事 他只是说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 用过一把配剑 现在找不到了 希望有人能帮他找回这把威石固剑 看到了这道诏书 朝传们也就都明白了汉宣帝的意思 就连霍光也不好意思再继续逼迫 就这样汉宣帝终于如愿以偿的 立许平均为皇后 这就是历史上顾剑情深的故事 不过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 汉宣帝对许平均的这份深情 或许对汉朝的国作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霍光虽然接受了汉宣帝的这次坚持 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此耿耿于怀 汉宣帝登基后的第三年 皇后许平均再次怀孕 趁着这个机会 霍夫人显找到了负责给皇后看病的宫廷女医 淳于远 以给她的丈夫升官作为条件 一番威逼利诱之后 淳于远就范 她在给皇后的药中偷偷下毒 毒死了皇后许平均 皇后被害 汉宣帝当然是异常恼怒 她下令把所有参与给皇后看病的医生 全都关进赵狱 严加审讯 霍夫人显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吓坏了 她担心淳于远扛不住刑讯逼供 把自己给供出去 所以只好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一生谨慎的霍光 听说妻子居然毒死了当朝皇后 也是又惊又恼 但是终究一日夫妻百日恩 为了霍家的家族利益 一番思量之后 霍光还是出面 逼迫汉宣帝停止继续追查 而且还趁着这个机会 把女儿霍成军送入宫中 成为了新的皇后 三年之后 独揽朝政十二年 权倾天下的大司马大将军 伯禄侯霍光因兵去世 霍光身后可以说是贝极哀戎 汉宣帝和上官太后 亲临大将军府吊宴 而且汉宣帝还下诏 以帝王之礼 将霍光陪葬在汉武帝的茂陵 金吕玉衣 紫木棺果 黄肠提草 这些在汉朝只有诸侯王以上的 宗室亲贵才有资格享用的陪葬品 在霍光墓中一应俱全 霍光死后隐忍了六年的汉宣帝 立刻行动了起来 他先是对禁军中的霍家子弟 名声暗将 霍光的女婿 侄女婿 外甥女婿 孙女婿们 纷纷升官 但是不是从武职调任文职 就是从金官外放地方 总之一句话 就是被夺去了兵权 而霍家子弟 空出来的这些职位 纷纷被徐使两家子弟顶替 这许家自然就是汉宣帝发妻 许平君的娘家 而史家则是汉宣帝的奶奶 史良帝的家族 当初汉宣帝蒙大赦出狱 就是由史良帝的母亲和哥哥 负责抚养的 同时为了麻痹霍家 汉宣帝仍然表现出 对霍光的尊崇 他继续任命霍光的长子霍宇 继任大司马 可是汉宣帝在任命霍宇 继任大司马之后 却没有授予他调动兵马的印信符节 所以霍宇这个大司马 只不过是一个空头衔而已 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利 等到自己的这些七舅表叔们 控制住了禁军之后 汉宣帝在霍光去世后的第二年 下诏册封自己的长子刘氏 为皇太子 太子的外祖父徐广汉被封为平恩侯 当初许平军被策略为皇后的时候 按照规制 他的父亲徐广汉就应该被封侯 但是却被霍光以徐广汉受过攻刑为理由 加以阻挠 最终徐广汉只是被封为昌城军 如今霍光私人已逝 权威不在 汉宣帝终于给老丈人封了个侯爵 也算是告贝了劫法妻子的在天之灵 霍光的妻子霍夫人显 原本是打算等到女儿霍成军 担下皇子之后 利用霍家的势力把外孙赴上太子之位 现在听说刘氏被立为太子 十分生气 据说被气到吐血 因此他就让霍成军去毒死太子 但是太子的保姆和儒姆都是十分谨慎的人 也非常忠诚 太子所有饮食 他们都要自己先尝过之后 才献给太子 因此霍成军兜里一直揣着毒药 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而皇宫之外 霍宇还有他那两个唐指祖 霍云和霍山 也都察觉到了 霍家手中的权力 已经被汉宣帝削夺殆尽 可是这三个人却没有各自副祖的杀伐决断 运筹未卧 只知道凑到一起 抱头痛哭 然后有一次 几个人又凑到了霍宇的府上 霍山就问他的唐叔霍宇 他说 如今我感觉皇上对咱们霍家越来越不信任了 我好几次听到民间有传闻 说许皇后是被咱们霍家害死的 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这番谈话恰好被霍夫人显听到了 他赶紧过来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几个人都是大惊失色 霍宇更是不顾还有小辈在场 就开始指责自己的母亲 他说 母亲做了这么大的事 居然直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之前我们一直蒙在鼓里 现在终于明白了 皇帝削夺我们叔侄兄弟的权柄 把霍家的女婿们全都放出外地 就是因为这个 毒杀皇后这么大的罪行 一旦曝光 霍家就完蛋了 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和皇帝有杀妻之仇以后 霍宇也明白了 这种仇恨是无法消解的 所以开始秘密联络 那些被调出京城的姐夫妹夫们 开始密谋叛乱 之后霍云和霍宇的舅舅 因为私自结交诸侯王触犯了朝廷刑律 霍云霍山也因此受到牵连 被免受了官职 这就更是刺激了霍氏一党 让他们加快叛乱的行动 恰好此时 汉宣帝终于找到了自己流落民间的外祖母和两个舅舅 于是霍宇等人就密谋 由上官太后出面 宴请汉宣帝的外祖母 然后趁机杀死汉宣帝的外戚和亲信 废除汉宣帝 拥戴霍宇当皇帝 结果消息泄露 霍云和霍山自杀 霍宇被捕之后 以谋大逆被夭着案 霍成军被废除了皇后之位 幽进冷宫 霍氏家族 自霍夫人贤以下 被满门诛杀 受到牵连到霍光旧部 多达数十家之多 就连当初对汉宣帝登基 有拥戴职工的杜延年 也因为和霍光的关系 受到牵连被拔免了官职 就这样 霍光去世还不到三年 霍氏家族就老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 诚然霍夫人显得肆意妄为 显然是这场悲剧的直接诱因 而霍宇的无能也罪则难逃 但是追根溯源 其实真正种下这一切恶果的 正是当年权清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久立幻场的宋代学者司马光 在他的史学巨入资质通鉴里 是这样评价霍光的 光九砖大饼不知必去 多致私党冲涩朝廷 使人主蓄奋于上 立民积怨于下 切齿侧目待施而发 其得勉于身兴矣 况子孙以交齿去之灾 意思就是说 霍光长久以来在朝廷上不断专行 培植私人党羽 充斥了整个朝廷 上到皇帝下到其他官员 乃至于平民百姓 都对霍氏一党愤愤不平 无不是咬牙切齿的在旁边盯着他们 随时准备抓住霍家的疏漏进行反击 在这种局面下 霍光自己能够幸免遇难 获得善终 这已经是侥幸了 更何况他的子孙后代们 还都是揪奢淫义不知收敛 不过霍光本人虽然子孙灭绝 但他的影响力却是远波抑郁 在汉书霍光金蜜地传里 有这么一句话 诸事皆先观白光 然后揍天子 意思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要先禀告给霍光知道 然后再上揍皇帝 这也就是日本古代 律令制下政府首脑 观白一词的处处 而观白的唐明之一 伯禄正是来自于霍光的爵位 伯禄侯 霍家灭门之后 汉宣帝终于彻底清除了 执政的最后掌案 那么这位被司马光评价是聪明刚毅 知名疾苦的少年英主 又有什么文质武功 一会后世呢 这个还来请您静待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